敬离云校园 你的谁云东 屏东县长周春敏 原来自全国各县市政府 环境教育业务单会 辅导团及专家学者们 共同喊出口号 屏东县政府主办 112年全国环境教育成果观摩会 分享与体验屏东县 推动永续发展 气候变迁 科技环境与海洋永续的环教经验 屏东在环境教育上 我们一直都是责无旁贷 全力以赴 不管是在R100的城市 或者是在水晴的部分 屏东现在都还是蓝灯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 环境教育的成果 可以跟大家分享 包括大家知道的老鹰红豆 包括大家知道的 这个凤梨田上的猫头鹰 那希望透过更多的教学 观摩成果的分享 让每个县市 让每个地方都能够环境永续 生态永续 此次观摩会的活动内容精彩丰富 除了有动静态课程 探索县民公园 顺利新村 实地走访二丰郡外 平县府也特别邀请国家环境教育 个人奖得主蔡正南先生 学校团体奖长荣百合国民小学 陈世聪校长进行环境教育 专题演讲 我很高兴今天我们教育处 可以邀请我做这样小小的分享 援助民主的核心的精神 事实上现在跟整个世界 永续发展的指标里面 不管是优质教育也好 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公民争议 多用文化的保存等等 事实上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用这样的课程 跟环境教育结合 事实上就是在重新 把援助民主优秀的文化精神 让它再一次的被看见 多元有趣的活动项目 也让参与的专家学者相当期待 事实上在这几年的 整个全国的环境教育的部分 我们看到的屏东县 事实上都领为翘手翘楚这样子 那我们也很抱着学习的心态 今天来这两天希望能够有好的学习的经验 带回去给我们县里面的各级学校 还有我们的环境教育推动的伙伴们 大家来分享这些美好的经验 透过对话分享与实地走访等活动安排 屏东县期望将推动环境教育的经验 和全国与会人员分享 也期望能持续提升环境教育执行与推动成效 深耕全国环境教育 并且衔接国际环教脉动 记者施心体样正义采访报答